好貓喔 安妞 我是韓國女生友晶 大家好 那個MOTOR的堂姐系列都有看了嗎? 這次跟他們一起旅遊完後 我得到一些靈感 所以馬上開相機囉 那今天的影片主題就是 來台灣後超驚訝的五件事 這把韓國MOTOR ONLY們說過的 還有駐台青年的我自己感到的 綜合起來的喔 不是夜市什麼拖鞋那種 很多人講過的內容啦 所以我喜歡他 然後等一下也會激情粉絲 抽獎火動 所以請多多期待一下 那我來分析台韓文化差異之前 大家記得幫我按讚、訂閱 然後開啟小鈴鐺 以及招人優金的精靈會問中喔 那我們開始吧 韓國人來台灣後超驚訝的五件事 這種第一個就是韓國MOTOR ONLY們 直接被驚訝的那個啦 台灣有超多健康飲料 上次我堂姐也說過台灣的那個黑丁 就是很像藥鐵的味道 然後感覺身體不舒服的時候 可以喝這個 後來很多人留言跟我們說 那個生病的時候真的可以喝 而且要加鹽吧喝什麼的 我也是看到那些留言後 完全不相信那個的喝法啦 其實到現在也不太懂那個的原理 反正我們最驚訝的部分不是那個的味道喔 主要是台灣人對待飲料的態度才驚訝的 因為一般韓國人絕對不敢相信 怎麼一般飲料還能擁有那種的效果 而且大部分的台灣人都了解那個飲料的喝法 還會跟我們詳細的說明那個原料是什麼的啊 我自己是覺得大家的這種的理解度跟反應也非常神奇的 所以我跟韓國模特們搞出的結論就是這個 是因為台灣人對於手藥或是茶音等等的 對各種飲料的關心都比韓國熱烈 所以大家都很喜歡試試很不同口味的飲料啊 也會做吃很創新的飲料 我覺得台灣人做的特色飲料種類真的太多 不只剛剛那個加鹽吧的合法之外 也有什麼酷茶、青草茶、薑母茶 還有什麼仙草系列的飲料等等 而且這些是為了補身體喝的 其實對韓國人來說飲料是一種甜式的概念 我們吃什麼假地的時候配咳了那種的感覺啦 所以我們覺得台灣的飲料很多種都是什麼健康飲料啊 補身體的飲料 這些真的太神奇了 第二個就是台灣水果 太便宜又好吃 這是我媽媽也非常喜歡的台灣特色之一 所以她因為這個又想回台灣一次 然後這次韓國摩托奥尼們也去台灣的觀光地市吃一些水果 什麼芒果啊、試駕啊 不是 我是現在跟大家說 對是我那些芒果比台湾市都一直都很新鮮 個人說話怎麼看ね 我覺得這個價格也不太新鮮 我覺得價格太 Ra Someoneей就 grateful 就讓人營ヤ了 老闆一试吃那个芒果就完全爱上 这个芒果是在韩国吃不到的味道 其实对我来说 因为是台湾还有各种更便宜更好吃的芒果 所以觉得啊好吃吗 这样 然后唐姐上次在火锅店吃东西的时候 也有吃一些台湾特色的水果 什么莲污啊 可惡 很硬 很硬 英语 还吃了 它是甜性的哦 让我去吃一口 但是它味道高一点 它们现在吃都有了 歌迷吃的 就麻糊 我看我这么在长生吃的 我第一次太当着吃老闆的这些人 第一次吃的是什么 你第一次吃的一盐匿磨 那么糟了 所以太多了 也是直接爱上那个水果 那些都是在韩国几乎没有 或者是只有进口用的水果 所以对我们来说 台湾就是水果天堂 而且韩国比较难找热带性的水果啊 而且是台湾餐芒果的话 可能要到百货公司 或者是自己要从台湾订单才能吃得到 我觉得东南亚进口用的水果蛮多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在韩国 比较难找到台湾餐的水果 我觉得台湾的水果真的很好吃 有人知道为什么的话 可以底下留言告诉我吗 第三个就是台湾的洗澡文化 台湾比较少像韩国的 大中汤或者是韩正木 韩国真的到处都是什么 沙烏、韩正木、金汁棒那些的啦 所以我小时候也是妈妈带我去那个大中汤 就用那个绿色的 很痛苦的去找汁 然后洗完后 就跟妈妈一起喝香蕉牛奶 这就是韩国最经典的童年的文化 但是我觉得 好像台湾没有类似的童年的记忆吧 不过其实现在的韩国年轻人不太会去大中汤是没错的 因为那个绿色的去角质的方式太刺激肌肤 我们现在比较喜欢成婚好又保湿的那种木衣乳 或者是洗发精啊洗脸用品啊 像是在韩国家庭常见的 Milk包吧 其实韩国是那么有名的朋友 可能有人已经听过吧 没错这是2021年底 BTS在社交平台上推荐后 完全爆哄的那一款哦 所以我才想接近粉丝抽奖活动 送这些韩国礼物啊 他们从2016年开始 在韩国大兴购物平台coupangolivium 返售前第三名哦 那抽奖办法的话 我会在后面再告诉大家 所以一定要把影片看到最后哦 首先他们不只有木衣乳 也有成分好的洗发精 其中一个是 鸡血槽舒缓洗发精 台湾夏天高温超湿 一定要用对的洗发精 不然你明明早上有洗头 但下午就会开始出油 他是专为敏弱头皮设计 天涨五中鸡血槽成分 用完后头皮直接被舒缓 而且让头发有柔 酸有淡性 这香味也很像哦 有点像大自然清爽绿色花香味啊 泡敏的洗发液上头皮一秒就变清涼 很适合夏天使用哦 但也不会次服 因为是鸡血槽成分非常温和的 感觉这个也可以跟家人一起分享用看看 我如果用错洗发精的话 隔天头皮会开始很痒 所以选洗发精的时候非常的小心 但这一款观察到一周以上真的很不错 然后其实清涼感跟头发润泽感 这两种很难一起拥有的 但这一款可以哦 下一組是大马赤哥 玫瑰香气舒缓洗发精护发如 目前韩国女生比较主重 成分好的洗发精 它是通过德国皮肤检测 敏弱及头皮也可以使用 有人会就算每天洗头 但头皮上还是会有过多的油脂吗 因为我也是油性肌肤加敏感剂的人 虽非常在于头皮的清洁 但用这个后头皮非常舒服 发湿也变柔顺 对这一款非常非常满意的 因为有些成分好的洗发精 泡沫有点不够 这样可能用手就太用力 会刺激头皮 但它们泡沫很细致 可以轻松清楚脏污 洗完后也不会头皮发痒 而且香味很像低排的玫瑰之水 可以感到数万朵玫瑰温柔香 洗头的时候好像在做SPA管理的感觉 舒缓身心 然后这个是腹发乳耳背润发乳 和母络胳坚果油 维护法子保持润则滑顺 再来就是韩国人超爱用的 它们的代表沐浴乳 摆设香气是我的最爱 BTS的救狗曾在直播节目中使用过这个 宝宝香气是人机第二名的哦 肉丸身上都留着香香的baby powder的香味 还有它们也有牛奶泡沫结盐乳 这也是第一次寄信的 泡沫很绵密哦 洗碗和肌肤胆嫩不紧绷 但洗净力还是很棒哦 目前在7-11 进行milk包包中年庆 活动期间为2023年5月17号到6月13号 1000毫神物衣乳单件6折 其他系列商品的话65折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考哦 然后酬涨奖品的话 我会直接冲4位 我会送给大家不同的商品 就是我最喜欢的玫瑰洗发精 跟牛奶泡沫结盐乳 参与方法的话 我会在影片后端跟大家说明 下一个是户外位置餐厅 我觉得台湾的蛮多餐厅 拥有户外的位置 不管是夜市或是早餐店热潮啊 每一个不同类型的商店或是餐厅 都有外面的用餐位置 这是对韩国人来说 一个非常神奇的事情 因为韩国是夏天一下子很紧热 然后冬天又零下十几度 所以我们除非是特定的地方 像是釜山的海明泰 黑云地 不张马车 什么街头啊 像喝酒的地方之外 几乎不会有这种的户外的位置 其实我觉得冬天的时候还好 但问题是夏天的时候啦 比如夜市啊 热潮啊 夏天的时候 大家都到外面吃东西 蛮多是开放式的空间 因为其实我觉得蛮多韩国人会怕热 大家有点不喜欢在夏天的时候户外吃热式的那种 而且热潮我们也是大部分是热的 大家都会喝啤酒 以色相当变更热啊 所以这一点就是 我们当初来台湾后不喜欢的事情中一个 最后一个是 便利上店 可以上厕所 怎么可能 还蛮不可能 除非你是老板 或是那边的公主生之外 不能用那边的洗手间啦 但我后来才发现 我好像是住 4-5年以后才发现啰 因为完全没想到这种事情是可能的 所以我最近才发现 那个便利上店上面的招牌 就有那个洗手间的标志 超神奇的欸 因为韩国的话 去一般餐厅的时候 有时候也是要自己拿钥匙 就问店家才能去那边旁边的洗手间 因为有些老建筑是跟隔壁的很多商店 一起使用洗手间嘛 所以会禁止外部人的使用 但台湾 便利上边也可以上厕所 也太善良了吧 所以这一点就是对韩国人来说 是非常非常神奇的 耶 最后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抽奖方法 大家订阅邮警的频道 然后底下留言 想用meak包包 想用的边印 然后如果大家到我的IG 分享 限动 Tab我的话 对 抽到我的机率会更高 而且我们会抽四位咯 详细资讯请参考影片的资讯啦 然后今天我跟韩国模特 你们分享的意见啊 大家觉得如何呢 有别的想法的话 可以底下留言跟我们说哦 偷偷说他们已经想念台湾了 他们一直说想回来台湾 那我今天准备影片到这里 如果觉得我的影片有趣的话 可以帮我按赞订阅 然后开启小铃铛 也记得这里邮件的定义 他们是 然后记得过来我的IG 602 Avenue 那我们下次见 拜拜